可以進行 可麗餅可以變出很多種口味 我們今天做的口味是 做法式香橙可麗餅 法式香橙 香橙一隻 好浪漫 可麗餅 它那個外皮 其實依照不同的 這個...國度的訴求 其實軟硬度跟口感不一樣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今天要做的 是就是屬於法式 它是說算果餅 OK 好 我們今天準備选三顆蛋 我們直接把它敲到這裡面來 好 那這個以這個甜點界來講 到底這個做法算難易度 這個在差不多四中 大概在中等 一般我們在家裡 可以學學看 對 可以 它其實很簡單 然後我們加糖下去 糖好多 糖一些些而已 然後把它攪勻 三顆蛋大概幾個人 就是怎麼樣 今天做的 今天做它其實可以做滿多的 因為我們是看你要煎的大小 看你要煎的大小 薄厚 對 就是你倒了麵糊 倒了多少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低筋麵粉 過篩的加進去 已經過篩了 低筋的麵粉 先過篩的 對 然後給它攪勻 攪拌均勻的 就像這樣子 還有一點黏稠度很厚 好 我們把牛奶 還不一樣 牛奶 牛奶慢慢給它加進去 全脂牛奶 全脂 其實做蛋糕幾乎都用全脂 對不對 用全脂 對 油脂跟我那個才會香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稍微過濾一下 好 這為什麼還有過濾 因為怕你的蛋 它會有一些蛋清把它濾掉 有 有的確有 對 然後會有一些雜質就把它濾掉 會比較棒 對 我們就做的是香橙口味 所以我就把香橙皮去烤成這樣子 就是這麼一點 加進去 提一些香味 香橙皮 就是一般如果我們像香橘式的皮 香橘式 對 它亮 一點點而已 大概 看你是你個人口味 你可以大概二分之一顆或一顆 都可以的 如果太多是怎麼樣會苦 不會 主要是你在這個柳層 你要在刨那個穴的時候 你要注意它裡面白色的那個纖維 你不要下去 那個就會苦 那個就會苦 對 你要只要表面那個皮就好了 好 那這樣就OK了 好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熱鍋 那最重要你想要讓它皮煎得好看 有一個小撇步 這一點好 就是 就是你拿這個獅子巾 沾這個山山油 山山油 對 然後抹在這裡 抹鍋 對 就是讓鍋子一點 這樣比較不會油倒太多 就是薄薄的 然後你這樣煎起來 它的皮就會有那個紋路在很漂亮 也比較不會黏鍋對不對 對 請問我可以用那個鮮奶油在上面抹嗎 直接抹 鮮奶油不行喔 鮮奶油會焦掉 還是會焦掉 不如說無鹽奶油 無鹽奶油也是OK 橄欖油 好 你看 我們這個油抹得薄的程度 是幾乎就很薄 薄薄一層而已 很薄 就是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對 那我們準備一個這個湯匙 好 等一下我們就給它 我現在去 師傅你做過甜點覺得最難的是什麼 最難其實 法式甜點在所有的甜點 歐式甜點裡面是最難的 因為它的層是非常多 它至少你一個甜點裡面 至少會有五 大概五個宮 在裡面五層 至少都會有 像剛剛我們在吃的那個 其實它都有很多層 只是看不出來而已 對 法式 法式 法式不管甜點還是料理 都很多 高尷 對 差不多了 好 來囉 我們現在把它倒下去 聽到這個 嘲嘲嘲的聲音 有這個聲音 我以為 要先離開火是不是 然後邊 邊搖一下鍋子 對 讓它受熱均勻 餅皮 對 有聽到這樣 嘲嘲的聲音 然後就開始慢慢煎 你看 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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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不太會流了有沒有 對 它已經開始 就已經開始熟了 好 您撿了 對 難怪太熱餅皮 有點像 熱餅那樣麵糊很糊味 對不對 很薄 但是我真的不會 下去那個受熱飄上的香味 有點像 紅豆餅剛開始下去 你冷氣一點 我們在捧球 我們在捧球好了 我們太... 太多了 不好意思 然後接下來 我要判斷它有沒有熟 有沒有上色 我們可以其實先注意 這個旁邊 它這旁邊它會先上色 大概上色了以後 你就可以稍微 你就可以注意了 它可能底部就已經差不多 有著色了 對 上色 旁邊比較薄 旁邊比較薄它會先上 它會開始顏色會開始 變金黃色 所以有一點金黃那種 金黃色 金黃色 對 好 慢慢的 整圈了 對 我們再注意一下 好 差一點點 它已經有著色 但是很淡淡的 我喜歡讓它在金黃色 所以連底部全部都要著色到 一個均勻度 對 那你這個火候就很重要了 對 對不對 你不能說 等到中間OK 旁邊焦掉也不行 對 OK了 好了 來 我們拖出來看一下 好 我可以先放在這裡 你要把它倒到盤子上 對 可以倒在這個盤子上 很漂亮 放起來 好漂亮 好漂亮 可以拖起來 沒有看到 就會有這樣子 給十分 給十分 真的不是潤餅 給十分 不一樣 給十分 不一樣 它是不是跟千層蛋糕的 邏輯是一樣的 千層蛋糕它就是用這樣子 它就是一片片煎 然後一片片鮮奶油夾 你要把它夾一層一層這樣夾起來 大概夾個十五層 差不多 然後它有它一定的厚度 可以了 邊邊 注意了 注意看一下 它的顏色 OK了 可以了 可以嗎 不用看到中心點是不是 可以了 好 對 也可以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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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橘子的那個香氣很濃 真的嗎 好笑子 好玩 師傅 你這一招零失敗率 失敗率 對 很簡單嗎 零失敗率 我的天啊 好 你知道這做完真的好療癒 有成就感 真的所有壓力都沒了 超簡單的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就做中間的內餡 我們做卡斯達餡 我選用的就是用卡斯達粉 就是很快速 你可以在家裡很快速的 它就算是聚拌粉 你只要牛奶加下去就好了 牛奶 好堅硬 對 那就把牛奶加進去 然後慢慢的 也是慢慢的拌 不然它會結顆粒 這種那種初學者 也就是很有 可以有成就感的作文 對 慢慢的攪拌均勻 然後慢慢你看它就會開始了 不然一般的話是要 什麼材料 很多種 一般要很多材料 要有奶油 牛奶 然後糖 對 然後玉米粉 還有很多技巧 很多 然後還有蛋黃 還有比例 然後比例要正確 我們用這個好 直接用粉調一調就好了 這個玉米粉它就直接幫你都 裡面都有 對 所以妳算是要攪拌得 有點濕潤度 把它均勻 不然 沒有 慢慢它就會 慢慢它就會弄稠了 對 弄稠不動嗎 對 這外表就攪拌到有點類似 美乃滋的那個感覺 的狀態 濃稠的感覺 就是卡士達醬 卡士達醬 有點慕斯的那種感覺 對 慕斯 對 這樣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先放在 這個冰塊水裡面 讓它稍微冰鎮一下 等一下吃起來才會冰 這樣吃起來 可以冰鎮一下 那我可以放在冰箱嗎 可以 可以放在冰箱 對 冰鎮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放著 然後我們就來 擺盤了 我們剛剛做好了這個可麗餅 那我們來擺盤 我們可以這樣對摺 再摺 這就可麗餅的形狀 可以擺盤了 好想吃 那頂子都看起來很好吃 感覺很薄 還有蛋香 我們都看了目瞪口袋 對 待會兒你的餡料是要包在裡面 沒錯 擠在上面 擠在上面 對 跟那種鞭汁 鞭汁鞭拿的不一樣 大家可以在家用刀叉這樣切 這好用 對 然後我再準備一個這個 柳橙的醬汁 我們就很簡單的 你就拿 你可以在超市買的這種果醬 對 然後我們加一點這個水 去把它調成 我們要的一個濃稠度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 原來的果醬太濃了 對 太濃了 可是你太水 你 你豁上去 它不是就會流嗎 就是讓它 醬汁就是要讓它 有點流性 有點流性這樣 對 對 因為這個吃法 它不是我們帶著吃 對 它是有點像鬆餅 對 它是要優雅的用刀叉這樣 優雅 對 慢慢的吃 麻煩回到餅酒好嗎 回到餅酒 我們要逛 我們要逛那個什麼三星抽 對 在夜市買的那個 燒起來的 對 它是還在燒起來 全部線都放在裡面 對不對 我們是坐下來 旁邊還有茶 還有薄酒茶 很難人 淋上去 對 就很自製的這個 自製的這個醬 為什麼你淋上去的那個花紋不一樣 為什麼你這麼會淋 為什麼 為什麼 李懿你怎麼了 但是李懿 我跟你講李懿的觀點 跟我們大家一樣 因為每次一看人家上來 那個主廚 不管什麼果醬 隨便旁邊畫個線 都很漂亮 都是藝術的味道 結果我們自己淋都一搏 冷靜 冷靜 卡士大餡最重要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你要加 下去 把整個卡士大醬這個香味提上來 這很重要 蘭姆酒 對 加下去 小柔有聽到你有呼喚嗎 大概10克 你呢 但是要點火嗎 要加的 要加一點這個的 因為是想要看點火 今天可能沒辦法 這個量不夠啊 點不了火 好 充分攪勻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就是一個卡士大醬 好 那我們裝在這個裡面 櫻花蛋 好費工 很費工喔 真的 如果是一般家裡吃 可能隨便湯汁搖起卡士大醬 就隨便勾了就好了 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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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酒OK 好 這個裝進去 你看看它那個黃澄的顏色 很漂亮 對 黃色的 淡淡粉黃 好香喔 好 好 來 妳就隨意的擠 妳這叫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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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打擊我們 好 那我們現在來裝飾 我們很不隨意都不行 這是什麼 這個柳橙皮 一個算肉 要隨意的擺盤 要隨意的擺盤 對 隨意的擺盤 對 隨意的擺盤 好隨意喔 你們這些筆子這麼夠 對 妳女兒一定愛思妳 一定的 妳女兒想想想想想 妳女兒現在10歲 10歲了 想當妳女兒 她有沒有常常喜歡 看妳做甜點的表情 有 我常常在家裡都帶著她做 妳看 妳那個口吻就是充滿了幸福 真的 得了 好 葡萄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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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姐 真的 水一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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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們要很用心的做 對 那做給女人最用心就對了 好 最後再擺一個綠色的 負荷葉 負荷葉 配色 配色的 對 視覺上 哇 真的 太多了 老實我一點 我的天 妳這個 妳這個叫我 妳就願意對不對 對 妳說排師傅還是排甜點 甜點 一起排 這樣完成了嗎 完成 完成了 好 法式香成可麗餅 又成薄餅 薄餅 對不對 對